那立青一開始就要先跟我們講一下 你當初為什麼會開始寫對不對 一開始是在網路自己寫文章 然後被關注才被保平邀約出了這本書做工的人 對我從大概小時候就會在那種無名小站什麼 那種很多漂亮女生開始寫一堆有的沒的 那一直寫到FB嘛就是Facebook 那我在Facebook那個時候看一看 那就開始寫一些 我記得沒有錯是我開始在網路上跟人家吵架 那吵架吵著吵著 對鼻戰 可是我發現就是吵架的時候 然後大家理解的程度不在同一個水平上面就是 很難溝通 你懂的和我懂的 他們會說工地的人很粗獷很危險 然後會打架 可是他們連4號乾淨和8號乾淨 哪個比較粗都不知道 對我就發現說你們真的不懂 他們會說為什麼他們都賣結冰水 他們都不知道 所以我那個時候覺得我吵架沒有意義 我乾脆寫到讓你們懂 我開始寫為什麼工地要賣結冰水 為什麼保利達畢業 OSB這些大家這麼的喜歡 然後我寫說為什麼有 公地為什麼他們公廟好像常常會有連結 你會看到很多公廟都是工程行 然後他們好像開貨車在落盡的時候幫忙 我就開始寫這樣的文章 那寫著寫著就爆紅 那個時候保平的總編追阿軍就說 我覺得你可以出書 我那時候想說出書好像蠻好玩的有沒有 覺得好像人生可以炫耀一下 沒想到就真的出了 我就認真的寫然後認真的出 那其實工地主任的角色是不是先跟我們介紹一下 因為你是土木工程科 然後土木工程科是畢業大部分就是直接往工地跑 通常土木工程科系的學生有幾個出入 就你有土木工程系武專畢業或者是大學畢業 你通常第一條出入是考技師 土木系學生有五個技師可以考 一個是土木大地測量結構水文 你考上其中一個你都可以變成專業人員 你的收入會比較好一些些 你的身分地位比較好 可是我成績不好考不上 我當初會讀土木系純粹是因為 就是連招的時候只剩土木系 我就讀土木系 其實土木系因為男生很多 所以土木系其實常常打架對不對 也還好啦 就比較粗一點 比較沒有女生然後外面追女生之類的 那第二條土木系學生的出入就是單公務員 他考上公務員 因為新工養工衛工皇宮高工國工什麼的 土木工學學生比較容易考得上 第三個就是去現場管工地 那我因為前面兩個都考不到好嗎 成績不是不喜歡接下來考試 我討厭考試到了極點 所以就好吧就去工地現場 那我們那個都我都叫說叫監工 其實有很多種名字 什麼專業工程師 平管工程師 勞安慰工程師 現場工程師 大地工程師 水文工程師 然後還有技師 你就記得我都跟大家解釋 就是這就是監督 並且讓工程順利進行的管理角色 那你就說是監工就好了 所以簡單講就是工地最大的 對不對在現場來講 就是告訴工人 並且指揮他們該怎麼做 然後協調他們該怎麼做 比如說誰先進場誰後進場 對 該怎麼樣去拿捏這一類的 所以監工除了一定的一個專業之外 另外還有說還要處理這個工人 跟工人之間的一些協調或糾紛 甚至黑白道都要處理對不對 因為有時候工地難免就會有人來想要撈點油水 這樣卡點油 那個大概是2000年過後 大概2005年以前有一段時間什麼兄弟查 大家不知道大家記不記得 那個時代比較有 後來就慢慢越來越少 第一個是台灣人監視親密度越來越高 那個時候慢慢的鋪設完成 第二個是所有的法治和整個的法治教育 什麼的他比較有概念然後油水越來越不容易 那事實上最大還是你到底要讓誰先進誰先做 畢竟你管的是人 人一定會有情緒會有感情 會有一些他的認為或想法 那我在第一線在他們生活的時候 就必須要和他們對話的時候去理解 為什麼他這樣對我 為什麼他急著要先施工 或者他在排擠另外一個師傅 我的狀況是這個樣子 所以透過這麼多年跟他們深入的了解 就發現說管工地期真的不簡單對不對 不是只有這個土木工程的專業而已 有時候還要處理很多人性的問題 如果你非常非常專業 當然你會有專業上的加乘 你會變成說大家會說他講話很專業很懂 就比較尊重你一點 這是第一種 第二種就是你要怎麼做人 第一就是做事第二種做人 你要怎麼樣讓他們至少不討厭你 然後和你可以工作上的相處 那我在工作的相處裡面 一定會對人家吵架 一定會有人不喜歡我 那是正常的 可是你要怎麼樣在即使有利益衝突之下 讓這些工程順利完成 這就是我們這個工作的困難度 很辛苦的地方 講到做人做事 所以就是說還是要真的跟工人搬很乾淨 必要說有時候還是要請點課這樣子 其實我大部分的角色是被他們請 第一個是說沒有被他們討厭 第二畢竟我還是一個比如說 再怎麼樣繼承管理者還是個管理者 對所以他們對我是比較有比較好一點 或者說他一開始就知道說我們不大一樣 你可以把我想像軍隊裡面的話 我比較像師官 然後他們就是士兵或者是非常作戰技能 非常強的特殊部隊之類的 那我可能是那個協調管理的 即使你沒有那麼厲害沒有那麼懂 你如果跟他們相處的OK 他們也不至於會找你麻煩 因為大家他做不好 我不幫忙 大家還是不好過 可是這個在整個這個過程 你一開始的時候應該 一開始並不是了解這麼多一個 美國之前應該還是會有一些 比較挫折的一個地方吧 或者是說那時候你比較年輕這樣子 有些老工人可能就看這個監工比較年輕 就會想要糊弄你一下這樣 那個到現在都還會有 就是你一定會遇到一些人 就看能不能從你的資訊不對稱 就他懂得比你多 來得到一些他的好處 比如說調度或者是施工順序上 他可以比較優渥 或者是甚至在計算數量的時候 可以卡一些油水 這一定會有 一天到晚都有 就算年輕的有時候也會這樣搞 那只是說時間拉長一點 就你會看得出來是哪些人好 哪些人不好 那我最大的挫折其實最多還是來自於說 在溝通上 比如說有一些工具 我記得最早是我完全叫不出名字 會有這種狀況發生 再來是他們到底在講什麼 比如說他覺得他聽不懂 我要怎麼講到你懂 那個時候是最困難的 就比如說要施工或者是有一個圖說 我要怎麼解釋到對方聽得懂 那這個時候不是你會寫 或者是你會畫圖就有用 你可能要在第一時間在第一現場 然後在地上畫給他看盯著他做 才有可能在不做錯的狀況之下 完成那個設計 那個是比較麻煩 而且一定會花你很多時間的 就你會知道說這幾個地方 這幾個節點 可能在做到一定順序的時候要改過來 或者是他要特別的處理 就拿磁磚好了 這邊要怎麼收編 所以在收編的那個過程要預設時間 到那邊現場盯著看 因為他很可能就累了就做錯之類的 所以其實監控這個現場責任壓力非常大對不對 因為如果事後如果做錯的話 其實要花更多的時間 以及金錢才能夠去把它修改回來 任何東西要做好之後再改 他們一定不算 他一定會第一個就是指引你這個人 到底怎麼管的 你到底怎麼顧的 你為什麼沒有弄 因為你一定會造成時間上和工作上的損失 這個在工程現場你時間就是錢 那就會大家很容易吵 有的時候完全做錯 要重新處理的時候那個要算誰的 重新修改要算誰 進度延後算誰的 那個都是直接大家會吵起來 好罵沒完的 那個時候壓力是最大 所以身為一個監控角色 最好發現就是整天盯在那邊 或者是多花一點時間在工地 你說多花一點時間 可能就可以比較不會出事 除非你真的可以確定 他們可以照你的指示去做 所以你過去監控那段時間 真的是一樣是準時上下班的嗎 還是晚上有時候還是要逗留在工地 沒有那個準時上下班 我們做很多監控就是講一句難聽 建設公司或者是顧問公司 或者營造公司或者是什麼工程管理公司 就是請一個人然後希望他不要出錯 我們的責任就是讓工程不要出錯 那責任要讓工程不出錯 最簡單的發覺你盯在那邊 然後盡可能的把時間耗在那裡 所以我們是工程監控很多都是 時間都會累積和延長 有很多時間耗在那邊 然後你加班費 我從進工地當監控沒有領過加班費吧 對就都是這樣子的 就有一定的責任制就對了 沒有我覺得全部都是責任制 因為他時間擺明的就是很長 然後他也不知道該怎麼管理 我們還沒有我們的文化和文明還沒有到 可以把這個工作的公司什麼管理的很好 我們必須承認就是到這個時代還是管理的不怎麼樣 那可能希望希望大家準時上下班 但除非是很大的公司管理很完善的 否則我們是做不到的 那後來就是因為透過跟這些 不管是工地的工頭 或者是一些小工這些認識之後 你開始為他們發聲寫一點東西 你是不是發現說他們真的 在工作上或生活上有一定的無奈 可是大家都沒有人在關注他 就是我們常常會說就是做工 不好好讀才會做工 那做工到底怎麼樣 事實上好像根本沒有人在 很少人去關注很少人去寫對不對 比如說我們知道說有保利達比 有威斯比為什麼他們這麼喜歡 他有什麼樣的特色魅力 好像我們聽不到一般社會 大家在認真的討論 或者不會成為主流討論 很少人這樣做 我可能是比較特別一點 我突然就覺得說 好像他們這些值得書寫的故事 我可以寫下來 我如果一片一片寫下來 是不是大家就知道了可以開始來討論 我的用意是這樣子 最早就是我覺得你們都不懂 我寫到你們懂好了 那我就開始書寫 其實一開始也沒有想過要為什麼人發聲 就我自己覺得你們都不懂 我對你們吵起來好累啊 我寫到你懂就沒得好吵了 我發現很有效就是 當你寫到深入到一定程度的時候 自然而然不懂的人他沒有那個 跨不過那個門檻來等你吵 他頂多變成酸民酸你兩句 那個東西根本可以忽略 事實上你還是留下了一個紀錄 一個整體的文化或者你的觀察 讓大家去看 就是當你寫到一個程度之後 自然很多酸民吵不過你 或者是他看了他很清楚知道你寫的是 對的或者是寫的是有一定的道理的 他就不跟你酸了他就走了 他就找別人吵架 是是是也就是說我覺得 至少我留下一些我的紀錄 我們可以忠實的紀錄 我們所看見對面的呈現 一旦這樣子做好了做到了 可能大家就沒什麼好酸 沒什麼好講 好那當後來這個 寶瓶朱市長跟你聯繫的時候 你在一開始的心態上就是說 反正就出書也沒什麼壞書 那就來出書看吧 沒有我那個時候的心態是 第一時間把朱亞軍三個字丟到 酷狗上面看 然後看真的有這個人 然後看臉書的照片一樣 然後他臉書追蹤人數很多 然後確實好像很多看起來 像作家的人跟他是臉書好友 這個人是真的 然後把寶瓶四個字丟到酷狗搜尋 那搜尋我有買過他們家的書 我媽買過他們家心理學 那個書尋惠老師的書 太好了 那我就覺得這是一個可信任的人 好我們來討論出書 那我心目中是有一個畫面閃過 就是大概我五六十歲的時候 在教會裡面等一堆小朋友聊天 我就拿一本自己寫的書說 你看叔叔有寫過書 還有ISBN有身分證字號的 博客來可以查得到那種感覺 我覺得可能那個時候 我有點想要虛榮感 就覺得我好像可以寫書 因為你也不知道後來會有這麼大的回想 但是至少在未來 你可以想過我曾經出過的時候 我曾經當過作者 一本書也是作者 一百一本也是作者這樣 對 我就覺得至少我先變成作家 可是沒有想到後來就 我們的編輯他就非常的貫徹 並且會督促你好好寫作 比如說這篇太糟糕 我們換一篇你可不可以重寫 我覺得主題好 但你寫雜了 他會誠實的告訴我 自然而然你就會寫的更好一點 就有點不服輸 好我就再寫 有一些議題像第一本書的有幾篇有沒有 半餐小吃步走水路 那原本我都說我不知道能不能寫 他說寫寫寫 我們等你截稿日期延後一下 這樣子就把它寫出來了 所以你一開始也是有一些心理的糾結 到底寫這些人他們的故事 要寫到多真實 或者是多深刻這樣子 因為畢竟有一些可能比較負面的東西 或者是比較不愉快的東西 包括很多做工人 其實他們有他的生活上的無奈 他們可能會去賭博 去借高利貸 或者是怎麼樣 我比較多看到的就是說 像第一本書做工的裡面有沒有 我比較挑戰就是讀品 然後查試一些 比如說那種情色文化場所 我那個時候想說這種東西可以寫 那出版社說寫啊沒關係你就寫啊 我就覺得好吧 我就試著寫寫看 我覺得那個時候是想說沒關係 寫寫看試試看好了 我沒有想過第一本書 大家討論的那麼熱烈 因為事實上我所看到的 和每個人看到的會有一點落差 可是如果當我寫出來的時候 大家可能就看到 你可能會從我的書看到 你沒有看到的世界 我覺得這就是作者最大的樂趣 或者是寫作最大的意義 而且透過這個寫作的過程 你是不是就更深刻 每一天很認真的在認識你的工人 我會寫一寫 然後去打電話問他一些事實 就是問我這些故事裡面的主角 說我們之前在那塊工地的時候 你記不記得我們遇過什麼樣的事情 我們可能在冰藍湯 那一下冰藍湯叫什麼 他說賽車寶 我說是嗎 是不是叫炮亂寶貝 我們就會聊這一些 我會跟我的師父們 開始溝通討論 那就越來越清晰 那當然也有可能就乾脆開車過去 原本的地方就地重游一下 然後再感慨一下 回憶更強烈一點 我就開始重新繼續把他 這些故事拉出來 找出來寫出來 其實看到你這本書很有趣的是 有一些你還真的真的跟著工人去 可能去一些茶室這樣子 對呀 那個就是真的 那就是他問我說 你要寫書 我帶你去那個人很久沒去 我說我已經記不起來 他就說要寫到要寫這麼多 沒有我們男朋友說事情的地方 結果他帶我去那邊 他要跟我說男朋友說事情的方法 結果他高粱酒喝 馬上喝半罐馬上碎死在那邊 對他來講就是生活日常的發泄這樣子 對變成我就在跟那些姐姐妹妹聊天 所以才會有那邊茶室姐妹 可是一開始你在跟他們溝通的時候 他們會不會有些戒心 一定會有 一定會有 可是因為我在那邊待10年 大家會有一點意外說 為什麼我可以好像 如此直接了斷的 踏入這一些 好像平常人看不到的角落 那可是因為我本來 就是在市場長大的小孩 那我又在工地裡面 待了10年 你懂嗎 就是我從小就在這個環境裡面 所以這對我來說就是日常生活 只是可能大家過去比較少人 用這樣方式書寫 好像印象中和我類似的作品 好像也比較少嘛 對不對 我們在寫工地 或者是基層人物的生活 然後他們的生活 娛樂的想法動作 這好像除了社會線新聞記者之外 很少人去關注這一塊 對啊 即使是社會線的新聞 他有時候跟著議題的不同 他也會 這篇寫完之後 他又跳到另外一個領域去了 去關心另外一個 所以它是一直在流動的 不像你一直在功能這個部分 那你有沒有想過 為什麼差別你能寫 那你的同學為什麼不能寫 是不是因為也是你過去 常喜歡看一些文學作品有關係 我覺得第一個上面 要看你有沒有紀律 乖乖坐下來 每天練習這樣寫 像我其實出第一本書 只花兩個半月 而第一本書做工程 我寫兩個半月 就把它寫完了 原因是我有一個Lan部落格 裡面大概有幾十萬字 所以裡面連情書都有 之後做社長全部看過 他現在掌握我的秘密 那這種就是你長時間寫了之後 你會練習 你練習久 你會慢慢調整你的表達 或者是嘗試不同的方法 對我來說就是花了很長的時間 十幾年 這比這和讀圖木工人系 開始就有了 可能我有十幾年時間 會無聊沒事就寫一下寫一下寫一下 寫一下 一點一點累積下來的習慣造成了說 我現在可以駕馭文字 我可以拿文字作為表達的工具之一 你的同學怎麼看你這一兩年的這個 應該也可以講是成就 他們會等我說 你這有什麼聊不起 我也看過 我也來寫一本 結果就是他這樣講完 就會拉著我講很多故事再給我聽 然後叫我寫 大部分是這樣 他們會說怎麼你有辦法寫 他說我其實我也知道 我沒有辦法像你一樣寫 那可能就是我長時間有在表達 或者在書寫練習的習慣 就是無聊沒事發表一下無聊的概念 你看我臉書沒事三不五十 就東寫一點西寫一點也一樣 對我覺得這是習慣養成 可是總是說 因為有得到一些回應跟讚賞 你才會有信心一直寫下去 對不對 因為有時候網路這種東西 其實如果你寫不好 被很多酸民酸的話 酸到之後你乾脆 有些人他如果沒有這個抗壓性 他就部落格乾脆關掉不寫了 其實對我來說一開始就沒有人看 所以沒有這個問題 而且我的抵抗力可能比較強 你知道就是像我們這種 比較基層的人有沒有 比較不會因為別人講什麼就不寫 那種關係 反正給人家罵就給人家罵 我們本來就是社會所不理解的那一塊 那我們多一個人理解就贏對不對 罵一個購本罵兩個流轉 你那時候自己時間怎麼規劃 因為畢竟你白天還是要忙工地 那可能晚上回家其實喜好總弄好 開始坐下來打字 其實時間也是很有限 其實我那個時候就是 我寫的速度還不算慢 如果認真寫一天大概可以寫一千多字 我本來就有那個習慣 就到現在為止 我大概每天還是一千多字 一千多字 一千多字這樣子 有的時候可以到六千字 是固定一天一篇還是說以字數 大概一兩千字這樣子 不一定 不一定我就一直有寫東西的習慣 就記錄自己的習慣 你看現在臉書 如果你每天都發動態有沒有 你其實也是一種在練習的方法 像我今天早上就寫了一篇 然後得自由時報談我這本書 那前天昨天的時候就是因為 生活一些故事和觀察 寫了一兩篇 有的時候寫些美食也不錯 那累積下來是其實很可觀 你會變成生活的素材 對我來說 我是這樣子慢慢在練習寫作和表達能力 當然也因為我的工作原因 我是在工地工作 我同時要面對不同的師傅 業主 然後雇主 然後我的同事 這一類的 所以我練就了一生 比如說任何人都可以對話 那我會比一般人更清楚的 掌握到我眼前這個人的情緒 和他大概想要等我談什麼東西 就我的 我看人的眼神也會比較緊 我不知道古語怎麼講 人家說台語就是眼神比較緊 就觀察 對對我們比較會看人眼神過日子 對那這個對我來說 我覺得是很大的幫助 出了書之後 有沒有被一些 你的長官 或者是你的工地的一些 老闆一些關注 因為畢竟你有些把一些工地 可能不太適合 讓人家知道的一些文化 把它寫出來 他們大部分都蠻鼓勵我的 有一點大家會以為說 我會不會寫一些工程黑暗命 結果到時候回不去 或被排擠 好像沒有 就是事實上大家會以為 我好像會被排擠或排斥 結果沒有 甚至有一個老闆在那邊笑的 跟我說以後 我就請你當工地主任有沒有 如果有人來找我麻煩 就叫你罵他就好了 都是這一類的 我覺得我運氣很好 就我身邊圍繞或接觸到 人對我來說是 普遍偏於友善 我們說真話就是 他們對我是比較友善的 這是運氣問題 因為剛剛我們講到有些黑道騷擾 那其實現在當然是比較 例清也講 現在這個比較不會有這樣子 因為台北市 全台灣到處都是監視器 慢慢以這個勒索為生的是越來越辛苦了 但是就變成另外一個這個勞檢 這個公共安全檢查 或者是這個環保局檢查 越來越嚴格對不對 動不動就罰款 動不動就開單這樣子 就是等於要應付白道了 其實那個東西是還好 我們的邏輯都是勞檢大概像耙子 警察大概像是梳子 那個環保局大概是剃刀 那個三種比喻法 大家這邊是軍中廣播 大家都懂這個意思 像那個層次就對 就是你會以為他們很恐怖 其實他們是最多是煩你 最多是煩你 你說白道他們就是SOP 依法辦理然後按規定辦事 那有的時候真的不行 你也只能給他罰 大概所有的工地都知道 就是你給環保罰的那個數量 大概就是最高的 就給他罰吧 不然你還能怎麼辦 我們就是覺得好像隨便他了 因為有的時候你是無法控制 有那種一定要被罰 比如說我們在內湖那邊施工的時候 他上下班你不可能灌漿 灌漿辦不灌嘛 那你就一定要被他開罰 妨礙交通就被開罰 對有的時候你施工的時候 就是有人噪音檢舉 他量一量噪音就是超標 可是你就算是白天有沒有 你只要是大型機具設備 一動就是超標 你也沒辦法就是要給他罰了 所以在工程的利潤上 本來就一定的比例是要交出去的 這就風乾水冷 風乾水冷沒辦法 我們的台語就是這樣講 我也不知道國語要怎麼講 就隨便他去 可是老闆不會回頭來怪監工嗎 一定會 也會怪當地的師父 或者我們這些人怎麼這樣 可是那沒有辦法處理 對我們來說就是一切任命而已 反正真而為公 如此 如此人生就這樣子大概過了 你有些東西他不是我們能掌握的 我相信既然這個大型的工程 他重本重利 所以他一定有一定的比例是 所謂的公關費 或者是該罰是準備要罰錢的 只是這以工地主任的角色 難免就會被叮兩句就對了 我們如果跟我的同學們聊天 就會在聊說誰又被罰了什麼 誰又被罰了什麼 我們這種的已經是長時間 已經習慣了 就大家已經覺得見怪不怪了 那接下來我們來聊聊 你這本書寫的一些人物好不好 好啊 一開始你在寫的第一篇 就是工地 對不對 就是主要是你當初這篇 被關注到這樣子 對那篇文章就是突然爆紅 所以就是有一些公廟的這個 他跑去工地做零工這樣子 其實不是零工 因為如果今天有沒有 會跟工廟有關的 通常是在工地 比如說做成包山頭了 他們會捐獻謎 或者是讓當地很有連結 那會就在工廟那邊 就叉叉攻城行 甚至去當什麼 古翁啦 柔柱啦 古主歸王這種 從那種一大歸二歸 那他們其實在工地的時候 就會很特別 他們會很明顯 就是他們有那個信仰 比如戴那個 戴那個 戴那個工廟帽 穿工廟衣 對 尤其是年紀比較大的有沒有 他們會直接跟我們說我們哪一天 整個工班人都不來 我們要出去外面有重要的事情 我說什麼事 他就會邀請你去 他們的步道方式 有點類似他們的傳教 或者拉你要進工廟參觀的方式 是這樣子 我那個時候就會覺得 欸這好像另類的基督徒傳福音 他們也是那種 就把你抓過來 然後等等他們工廟這樣走一走吃一吃 當然我自己是基督徒 我就說不要啦 或者怎麼樣 可是我就會觀察到這一點 那當網路上有一群人在說有沒有 在八嘎阿醬都混工地的啦 都不好好讀書才去弄 我就會覺得不對啊 他們職業很 你要知道能夠當到包山頭 還有能餘力和賺來的錢 可以回饋給地方的信仰中心 那是有能力的 那是有能力的 而且有一些甚至是說 他既然和社區信仰中心有連結之後 可能他的學徒徒子徒孫 就從信仰中心人家介紹來 比如說你今天是不是 我們工廟的那個爐主有沒有 那好我們這邊有其他信眾就說 我們孫子沒想要打掃我 帶你黑塞好嗎 他就這樣子慢慢 對 這是一個很特別的文化 甚至他們裡面哪一家有工程有沒有 就看那個工廟他免費做到好 我是不知道找他來做 他做的不錯 我就覺得 大家把他想歪了 事實上的運作是我剛剛說的這個樣子 可是在網路上呈現的那一面就是 都壞兒子 壞兒子才會去 我就覺得是不對 這樣我看到的完全不同 所以我才寫了一篇這個 工地八開講我寫年輕的 然後他們會怎麼樣 可是事實上我原本是想要 有兩篇在講這個 原本是想要寫成一篇 結果變成兩篇 有一篇是子孫黛黛 而且金香團和這些文化背景 對我那時候覺得說傳統信仰好像在我們社會 被污名或者是被不重視太久 我或許可以把它寫出來一點點 其實就是我們這個 不想用心去了解他們 就是看我們 用我們的看到的這個表面去評斷這些的 就對 其實包括裡面有講到這個工地大手的一個角色是非常重要 他可能是跟著丈夫來上工 然後只能在旁邊做一些比較沒有那麼出眾的事情 可是他的角色又非常重要 那個時候是我在寫一堆 就是整篇書寫一寫的時候 我突然覺得我都在寫男人 你們知道嗎 我怎麼都在寫男生 我怎麼沒有女生的故事 對 工地有女生 可是工地的女生就是在我的觀察裡面 都是跟著丈夫 我父親或兄弟出現的比較多 搭檔這樣 對對對就是這樣搭著 那為什麼會搭著 你就把它想成比如說我今天從你那邊出事了之後 我還不見得穩定 不見得能起來到人怎麼辦 誰會等我一起拼事業 救我老婆嘛 人家就會跟著 那跟久了之後你會發現他可能 從一開始他畢竟不是這樣子學徒出生的 可是他久了之後他可能打雜啦 或者是各種雜事 男人不會做或做不好的事 全部都在女人來做了 結果會是什麼 可能甚至錢都在他的手上 對因為他管錢 男人都在做他在錢款啊 在等我們這些主任幹幹交 你知道像我們有沒有 男人等男人就 我等你說這個票有沒有 下個一拜開 你男人看男人講話 就一句話就逃啊 不然怎麼樣 你不要為難我 我不要為難你 可是我今天是大嫂子 不可以啦 你這樣我會死啦 你還說五花 要怎麼過 我們一禮拜吃飯就哭這塊 我們就只能聽了 我們就 我會不知道該怎麼處理 你知道就算是現在我都還會說 我可能可以等他挨來挨挨 但是等他談的時候還是很有壓力 對那我就會覺得我應該要把工地的女性寫出來 對我就找了我身邊的兩個大嫂 開始來觀察他們 把他們狀態和樣貌全部寫出來 那很好玩的是裡面 故事人物的原型之一 就上了和我一起上台灣起司 他好搶戲好可愛 他還有一個臉書Facebook專業叫工地大嫂 可是他現在都在曬他家的貓啦 他說他們是帶著貓去工地工作的 夫妻有沒有 每天在曬他的愛貓這樣子 那其實工地大嫂有時候還蠻特別 就是說他反而他出來喬事情比較好喬 因為他有女人的那些特質就對 對就是男人和男人都大男人嘛 就我們兩個面對面說話 要就要不要就不要 可是如果今天是一個女生 我們就在這種傳統產業 畢竟傳統產業他有他的原本問題 我們說的他有一個結構性問題 我們就會覺得 遇到女生就要多聽一下什麼的 我們會有這種傳統上的狀況出現 而且這個夫妻檔來做工有時候比較穩定對不對 對你們監工來講有時候 夫妻老婆帶在旁邊比較不會收工去亂喝酒或是幹嘛 隔天就突然不來 傳統文化裡面會覺得一個男人就是要有老婆在旁邊 然後老婆和老公感情很好 可以代表說這個人做人基本上不會有太大問題 是比較可以信任的 就如果一個羅漢卡就感覺好像 隨時可以跑啊 對隨時會跑啦然後怎麼樣 可是如果今天他的妻子跟他在一起 我覺得好像這是可以信任的人 就傳統文化有一定他的文化脈絡和他的習慣判斷的標準在 而且確實晚上這個如果是夫妻檔的話 老婆就會壓著老公乖乖回家 那如果是老公一個人在做工 他可能幾個月月又跑去喝酒或是去茶室 總是有一些比較低消費的他們有能力去的地方 不然就會喝到瓣去 可能自己老婆在就比較不容易喝到瓣去 這是事實 我們自己兼公民也是這樣覺得 就老婆沒瓣有嗎 是 比較穩穩啦 比較有辦法按捺啦 說事情可能會算一下 沒有在旁邊有沒有 比較細心一點 男人想事情有嗎 比較溫問的 比較有辦法全部顧到啦 其實你這邊我看的很感動 就是看到這個工地大嫂 他可能要做到變阿嬤 他才會真正的退休這樣 通常的話就是看我覺得取決於他們有沒有 接下來的工作穩定 或者是他的孩子 或者是他的姿子這一類的有沒有 永不能接 有一些有沒有 比如說有些師父也很好玩 因為我們工地比較養肝比較傳統 有的時候甚至比較大男人 他就會覺得自己賺到一定成為老婆 就可以在家休息 會有這樣的狀況 那可是也要看這個老婆要不要在家休息 有的時候是 閒不住 女生覺得說 這老公的事業沒有我盯著不行有沒有 對會有這種狀況 那其實講到這個工地大嫂 這個女性的角色有時候 他不一定是在工地裡面 他有可能在工地外面對不對 可能在旁邊就開個小檳榔灘 或者是開個小便利商店 幫忙工地的人跑一些腿 或者是賣一些東西給你們這樣 因為有這樣子的 就是他可能是周遭附近的 就是 像檳榔灘這樣子 那這也蠻常見的 有幾個工班 我之前在討厭就是 他們是做一些什麼 為泥土打漿打水的這種 就是整地區域分關 那他們很好玩就是 他們在他們的倉庫旁邊 和住家公司旁邊 就開了一個檳榔灘 然後就幾個嫂子就在裡面這樣 包檳榔的包檳榔 幾輪班這樣子 就比如說我和你合夥 然後我們就每天在工地 大早就大家帶了檳榔 帶了飲料就上工 回來的時候 其實我們的老婆就在這邊 然後就在鼓檳榔灘 我覺得這也蠻厲害的你知道嗎 就是跟著工地生活就對了 對就是整個做起上工地 很密切的連結有關 因為一個工期 應該至少都要兩三年 不一定不一定 你要看 因為如果今天是一個工地的話 那當然兩三年 可是每個工項不一定 大部分的工地從事人員 是只負責其從事工項 那通常越來算 你周到越來算會比較多一點 除非你是大工班 比如說水電 比如說泥座 或者是班金板膜 這可能會有一年左右的工期 否則有一些像比較小型的有沒有 然後博巴他們一下就跑了 那像你過去監工是都蓋大樓嗎 不一定 我其實幾種都做過 因為畢竟這種工作有沒有 就我們這種監工就跳來跳去換來換去 那最早是大樓 集合室住宅 那個時候我記得已經到專修 後來的話就有一段時間在蓋 基礎工程 什麼鋼棚這一類的 或者是地平 那又一段時間是做那種室內專修 最後我就是做地質調查 建築前期探勘 所以這個不同的建築工地 都有不同的樂趣對不對 對我覺得就是看你到底 你最後有沒有習慣哪一種工作 這很重要 因為每一種工作就 你有的時候就跟這種的就會合 有的時候就不會合 比如說我一直覺得 我之前管一下柏油的 我覺得真的那個味道 我就比較受不了 我那個柏油和標性味道 我容易投影 就是跟著大家在外面撲柏油就對 而且日夜顛倒 我覺得那個對身體很強 對都要利用這個晚上的這個冷門時段 要趕快做好 做到隔天天亮 我覺得我的身體 可能就沒有辦法承擔得起 有其他的工作可能會比較好 那個本書有寫一個夜間施工 就是我去觀察那個時候 真的覺得太辛苦了 動不一雕 那接下來來幫我們講講這個外勞好不好 這個外勞在工地的一個角色有點 跟本地工人有一點這個競爭又合作的關係對不對 好我來跟大家說外勞很好玩 就是公共工程只要它投標一次兩次沒人標 我們的政府就會說好我們可以用外勞 就是讓外勞來使用 然後就很容易標的出去 成本比較低就對 大型的公司就可以以聘僱外勞的方式 然後壓低它的人力成本 那自然就排擠本地老公 那這個時候裡面進來的外勞 因為我們只要想就是 我這樣解釋好了 就外勞他們是領最低薪資 它沒有辦法還雇主 所以它等於是有點像奴隸制度一樣被綁在那裡 自然而然本勞的那競爭之下 你就會想一個月兩萬一千塊叫你做 台灣的本地勞工你要嗎 不要嘛 對那本地勞工自然而然薪水會被往下拉 對 所以很多本地勞工是討厭的 他們會覺得外勞搶了我們的工作 好OK 那另外一種的本地勞工就轉個信念說 那這樣好了我自己來代外勞 所以有一些是帶著比如說逃跑外勞 因為現在太缺功能 功能非常非常缺 因為大域一直往下探嘛 對 那探到一個程度的時候 就是本地勞工覺得做這個 我不如去做一些比較輕鬆一點或安全一點 因為工地太危險了 現在大家都吵著說年輕人不做工 因為很簡單老人也不做工 危險 對啊危險辛苦累 所以你就會想 那這些小包商怎麼辦 有能力他有時候就會說 那我帶幾個外勞來做 我身邊有很多這種 就是自己帶一兩個外勞 然後等等他工作 因為外勞他們如果是逃跑的 或者是非法的 他的選擇比較少 所以變得比較穩定 再來他們的薪水還是比台灣人低 因為台灣人就是比較 我們的歧視上刻板印象還在 所以他們就會帶著這外勞施工 那久了之後還是會有感情 那因為他們其實是人嘛 那你就會發現 久了之後你就會有感情 你就會大概對話開始理解 那相處一段時間之後 就會發現他們其實在台灣就被打壓 或被長期不被看中的嘛 因為我今天說台灣什麼族群是被歧視的 那我就說第一名就是移工外勞 那我們要看 我的觀察是跟外勞相處越久的 越同理和同情他們 所以你在那一起共事一起工作 久了你就會比較同理同情 這是因為你會知道說 他們真的太辛苦了 所以你現在說大家不肯吃苦的 台灣人沒有人吃苦 吃得比直接外勞還好苦 是啊 而且他們吃得更苦 或者是一些更要搬重的東西 自然就會叫這個外勞來搬 因為他們更年輕更壯 可是他們相對薪水是更低的 對對對就是這樣子 我們本來就是清潔勞力工作者 那我也直接每次人家只好有人 跟我說外勞怎麼樣怎麼樣 我就說講一句難聽一點 台灣人一天到晚在說年輕人不吃苦 老人好像以前吃過苦沒有 你們看看現在外勞 那個是比你們還要吃苦吃多少杯 那些外籍愚工你要不要去做 你不做人家為什麼要做 我們其實是這樣子的 所以我那個時候寫這篇外勞 我就希望說讓大家看一下 他們的文化 他們其實因為這樣的結果 他們甚至在台灣有一個 獨特的文化生活 比如說外勞銀行 我第一本書寫外勞銀行 為什麼因為本地的銀行 不願意為他們提供比較好的服務 講難聽一點就是合法的銀行 疊的服務很爛 門檻比較高 對非法的就做得比較好 這是我們社會應該要面臨的問題 因為非法的貸會業務 這個已經是公開的事實 為什麼 因為本地銀行不重視他們 本地銀行不重視他們 所以他們就會找到地下匯兌廣告 這個是應該提出來 只是我覺得第一本我沒有寫那麼多 第二本我在外勞移工上面 我就寫得更重一點 而且他們這個門檻低 然後匯款快速又安全 然後重點還會送小禮物 我那個時候就寫了就是 很多貼心的舉動 對還有送手錶什麼的 最後講一下這個還有一個這個看板人好不好 看板人是現在台北街頭 還有很多看得到的 那一篇文章很好玩 就是我寫完之後得到一堆人跑來念我 就是說我有一段時候寫的薪水太低有沒有 那個是金融海嘯過後那幾個月 因為我那個時候寫的時候有沒有 金融海嘯過後有一段時間在路上舉牌工 看板工 他一天是500 日頂再扣100 我聽過最低的 被抽100 沒有任何的時候都是日頂扣100 那現在已經慢慢拉到七八百塊一天 那那個時候問題就來了 我那個我書裡面寫那一個好像金融海嘯過後 那個時候特別長 那他們就一直對我挨挨叫 讓我們可以來談說為什麼有這個職業 他所謂的這種舉牌工看板工 其實事實上是因為我們的法規 不可以隨便設置廣告物 所以一定要扛在人身上 那怎麼辦就有一個人舉著就好像不是廣告物了 你要租一個廣告看板可能要幾十萬 不見得好租不見得人家願意租 那如果找一個人一天一千塊的廉價人力去那邊站著 畢竟有一些建案你也知道 蓋的那個地方就你沒有人舉 你也不知道去怎麼找 那怎麼辦就這邊放一個那邊放一個 沿著路牌然後這樣子就找得到 所以這是非典型就業 那這個完全就是地獄牢基法 我們說真的他完全地獄牢基法 就是明目張膽的就是 公然違法 公然違法 可是被害的就在於說什麼樣的人會去做這個 比如說做工的 他比如說今天跌了手跌了腳 殘疾的啦 或者是真的是年紀很大的 或者是身體很不好 身體沒有辦法再經得起勞動 那有一段時間我們工地說65歲以上不准進去 有一些人也就跑去做這一類的 就你會發現說他們可能正常的社會管道資源沒有去保護到他們 所以他們做這個就鬥理劑 加減可以給他們一點點生活工作 那我那個時候是蠻心疼的 就是事實上怎麼講 我自己在工程現場畢竟還是比較 我年輕我力賺 那我的專業還在累積 我運氣很好 可是他們可能人生沒有那麼多運氣好 對 慢慢的被淘汰或者是專業能力不見得 這個時代還要他們 他們就只能選比較差的 我那個時候就把它寫下來 我覺得說大家都在看工地周遭的時候 我應該可以把它寫出來 然後記錄下來 那寫完之後也有很可愛的事情 就他對我說他們現在比較喜歡行動電源之類的 可以在那邊玩手機之類的 我就覺得太好玩了 因為我寫出來之後會引起討論 我其實蠻期待有這種討論的 其實他們每天就站在那裡 不管這個風吹日鈴或者是假日 但是政府就是看不到他們 也沒有辦法去關注或者是協助他們 到底在就業上或者是在福利上有沒有什麼問題 然後他們到底站幾個小時可以休息 沒有大家在關注這些 都是靠立心這篇文章才引起很多共鳴這樣子 其實有其他報導 像是我知道有幾個媒體有在專門寫這種 舉牌工他們的心酸 我記得好像就是他們去臥底 然後去探訪去寫完之後有沒有 那公司又換個名字重新出來 或是他是用個遊民來當人頭嗎 就是一直換老闆 其實遊民本來就是舉牌工的一個大量來源 事實上他們這種工作非常不典型 比如說大部分時候禮拜六禮拜天 比較爛你有 加時間可能都不要你 那我們會發現說有很多人他在勞動力市場是 沒得選擇的 比較辛苦的 我們應該怎麼辦 事實上我知道一件事就是我們現在理解的還不夠 像我現在寫這樣寫出來只是讓大家看到 如果這個社會要進步的話很多時候不是說立法就可以解決 很多法立了你也不會馬上好 不會遵守 像教改改了那麼久你就會補習 不然大家有相信不補習嗎 那你要先看到真實的面貌真實的狀況 一點一點的知道他們是怎麼樣生活 你才有可能讓這個社會有一點 在知道狀況之下一起去改變些什麼 今天非常感謝林立敬為大家介紹他的第一本書做工的人 等值得去的